我还要用不保钱 快给人家看到 就是AXUS 跟 BITING IT 合作 BIT 30 周年庆的 REVORBOOK S15 今天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做开箱 没有错啦 我现在来就来到BIT的店 准备来开箱 刚刚发布的一个新品 你看 我还要用不保钱 快给人家看到 就是AXUS 跟 BITING IT 合作的一个 定制联名款 BIT 30 周年庆的 REVORBOOK S15 特别版 先搅拌一下先 老大你们拖一下这间店 我看了一层 我看了一层 哪里有什么 哇 这间店就在KLCC 里面 这一个 section 是他比较齐全的 Baby Milo 全系列 哇 小朋友的这个是 哇 我要放我的 office sofa 有运动你耶 这个 area 全部是他的 camping 的 set 然后这种休闲的椅子 然后有 carpet 还有这种露营的箱子 竟然还有眼镜哦 App 现在 哦 摔一下哦 好看一下哦 OK啊 看一下多少钱 是我高攀的 我开了一层 我开了一层 哪里有什么 KLCC 的这个 BITING APP 最特别是 它旁边是一个咖啡 你看很漂亮哦 你看它椅子 全部是那个迷彩 然后上面有那个 OLED 你礼貌吗 你看它的那些上面饮料 那个罐子 全部都做成了 Baby Milo 的 style OK 认真了啦 现在直接就来开箱 这个定制版的 VivoBook S5 看起来有一个这样轻薄的电脑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盒子呢 盒子都美哦 你看有它的 logo everything 哇哦 蓝色的迷彩耶 我觉得这个联名款是有诚意的叻 从外面的包装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然后里面的只电脑的 pattern 旁边 还有一个手办 哇 这个大大的 Baby Milo 大头 很好摸 还有一个电脑 这个是那个VivoBook S15的小模型 对准这个手的位置 它就好像在上班的样子 连猴子都要努力 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你讲 还有送一个 Asus Marshmallow 帽 如果你不要这样烧的话 你就可以换成这个比较低调一点的黑色 统一的全系列 哦 所以我的电脑就装进去 我就full set了 cable放进去 电脑放进去 full set出门 哎 周边看完了啦 是时候看主机本机了 叮叮 VivoBook S15 很精致哎 我跟你讲 你看照镜子的 然后这些上面哦 雷射雕刻上去的 外形大小方面呢 它很普通版本的 是没有区别的 从左边呢 可以看到USB接口跟散热口 右边的话呢 有HDMI Type-C充电接口等等 但是这台Babe版本的VivoBook S15 最重点的就是Design啦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电脑表面这边哦 Asus和Babe很巧妙地融合了三种元素 Babe经典的ABC迷彩风格 Babe Milo Friends系列 还有就是隐藏其中的产品名字啦 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这个Wordboard 躲在其中用这Wordbook的小猴子 那翻过来这边呢 就可以感受到Babe跟Asus结合的元素啦 首先是联名logo 然后呢 是Asus VivoBook加的标志性荧光橘色塑胶 还有角落的箭头设计 真的是细节满满讲究 那其实这个特别版Babe的VivoBook S15 有两个颜色的 这样我拿这个呢 就是蓝色版本 它配的是银色的电脑 然后它的手提包 滑鼠 还有盒子都是蓝色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均绿色 但是均绿色配的是黑色版本 然后它的其他配件都是绿色 这个时候我就找到你要讲什么了 切 表面罢了吗 我去连sticker嘛 是一样 底部跟屎 我会放在桌子 什么都看不到 我就找到你要这样讲了啦 一 三 二 一 先看键盘部分啊 你看啊 左上角的Exit键 换出了荧光橘色 然后Enter键这边 是街头风的斑马线风格 然后除了表面这边哦 其实Touchpad 它这边也一样做了一个 迷彩的一个设计 右下角猴子logo不能少的 然后最重要不能少的 Wallpaper 不 有没有心动咧 有心动的话我至少你要问我三个问题了 多少钱 哪里买 现不现量 价钱很佛心 6499 跟普通版本 是一样的 哪里买 我会在caption那边放一个link 不然你们去到Exit键权竞键商也是买到啦 现不现量我只可以讲现货有限 再烧法咯 烧法咯 至于YouTube S15的spec咯 我这边就快速跟大家recap一下啦 Intel Core i9处理器 16GB RAM 还有1TB的SSC 15.6寸 120Hz的OLED屏幕 Harven Carden 音效还有支持Torby Amos 音效 啊对了 它也支持180度类flat设计 一些朋友比较粗鲁的 就不用太担心了啦 开会用也是比较OK 它里面还有送这个 键盘Sticker 就是说有些人他特别照顾键盘的清洁度的 他们就会特地买那种硅胶保护罩去套着嘛 这样有了这个你就不用哦 你就比较big一点 诶 sorry sorry 哈 黏不准也是你的啊 哇噢 OK 黏好了 就是长这样子啦 哇 富色咧 OK VivoBook S15的定制版 我们就已经开箱完成了 大致它就是长这样子啦 最后我觉得要分享一下 潮牌这个东西 先不讲你是为了炫富还是为了耗恋啊 我个人觉得追求一个潮牌的话 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一种对艺术品牌的一个追求 我可以不用管别人怎样看我 最重要是我怎样看我自己啊 这个是我觉得我对潮牌的一个概念 好啦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 想买的话就跟我买哦 哈哈哈哈 没有啦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